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吞家生活记的一手防瓶 我是吞爸 吞爸自己啊 就是跟吞妈啊 带着孩子到这边来上学 所以呢 就是我们的粉丝当中啊 有很多都跟我们的情况非常相似 都是要带娃到希腊来上学的 所以很多朋友呢 首先都会非常关注这个区域啊 首先必须要移居啊 然后要安全什么的 这一点啊 一点错都没有 但是啊 其实很多朋友往往会忽略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什么呢 一定要找这种拎包入住的啊 比较省心的房子 有人啊 可能会说吞爸 你这不是废话吗 对吧 如果能选到能拎包入住的房子 那谁能不喜欢啊 对不对 很省市 但是这不是因为预算不够吗 OK 看得上的房子吧 很多啊 都是原来的这种业主 或者希腊人啊 他特意装修完 就是为了卖个好价钱的 所以呢 自然都会比较贵一点 而往往那种啊 就是自住型 同时又保养的 非常好的啊 这种房子特别特别的少见 而且啊 绝大部分的希腊业主啊 简直了 家里那些家具啊 那都不是家具 那都是恨不得几代啊 单传的这种老古董 都有点那种纪念意义 所以啊 说什么 他都不给你留下来 那些家具 甚至有的时候你说我花钱买你这些家具 他都不卖 所以啊 吞爸我也理解 如果真的能碰到一个状态又好 家具又能留下 然后让业主直接可以领包入住的 那吞爸看了这么多房子啊 真的是挺可遇不可求的 关键啊 是这个价格还必须得合理 也比较合适 那今天呢 吞爸就找到了一个不错的房子 目前的业主报价呢 是23万欧元 很合适啊 而且可能还有一定的溢价空间 而且这个业主呢 我们也知根知底啊 可以少花不少硬成本去做身份 那这次啊 还要多亏了我的这个新的希腊的partner 一个希腊的变音number one的一个小名人啊 因为业主呢 就是他的朋友 这partner呢 本来啊 其实是可以把艺术当饭吃的啊 却偏偏不满足 他爱折腾啊 便只把这个音乐呢 当成了一种兴趣 然后他的主业呢 就是拥有着自己的这种地产中介公司 而且自己啊 也是一个持牌的经济 你说啊 要是每个希腊人都能像这样一样勤奋啊 这经济不就早上去了吗 难怪希腊啊 他是既有船王 也有懒王 所以呢 这期视频啊 吞爸呢 也给大家便便花样啊 便便口味 别光我一人嘚嘚嘚嘚了 咱找个更懂行的希腊人给您嘚吧嘚吧 看看他是怎么评价这套精品小两居的 今天带大家看的这套房子呢 是在雅典的西南部 帕里尔发辽 那这个区域呢 与阿里莫斯和格里发达一样 都是靠近海边更近一些 所以呢 这也基本上是大家公认的 无论是从价格呀 治安呀 还是他的区域本身的配套啊 等等的 都是比较宜居的 好的区域之一 东街道的整洁程度 包括他的宽度 还有这边整体的绿化啊 包括这栋楼本身的这个物业 都是看着相对来说啊 比较痒痒了 外面的公共区域的这个绿化做成这样啊 一般来说 他的大厅也错不了了 果然这个厅呢 相对来说还是挺有设计感的 你看他用了大量的这种食材 这样的搭配呢 不仅是在美观度上啊 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同时呢 也会显得整个的区域啊 非常干净整洁 其实 所谓的好区域啊 无非就是想图个素质高的邻居们 因为这样一来呢 未来的这种居住呢 就会安全 同时也会舒服很多 那这套房子呢 是在希腊的二层 也就是咱们国内所谓的三层了 而且啊 这还是我最喜欢的一梯一户 因为即使邻居再好 其实保持私密 也会更简单一些嘛 好了 那接下来就交给我的partner咯 正如我的partner所说啊 因为这套房子呢 是2019年刚刚重新彻底翻新果啊 而且啊 这个装修的初衷啊 首先就不同 他不是为了把这个东西弄完啊 再去挂个高价卖出去 而是业主本来就要住在这边的 只是啊 确实有点不太凑巧 就是业主又怀孕了 所以房子呢 有点不够大 那他们想换一个更大的房子 所以才会啊 刚刚折腾完啊 就要出手卖掉 Living Room啊 其实没有什么可说的 87平米的两居室啊 那其实对客厅的要求呢 只是要正常方正啊 大一些就是了 那这个客厅啊 就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那这边呢 有一个筛发区 看电视 那边呢 还留下了一个餐区 所以功能性上呢 肯定是没得说了 地面呢 也是原来本来就有的 这个大地实地面啊 质量还不错 保养的呢 也还可以 同时呢 这个客厅有两个门 所以采光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然后阳台呢 也算是挺大的一个长条阳台 可以看到啊 这些孩子们的东西啊 都放在这边了 从阳台上啊 就可以看到这边的街道 还有整个楼的入口啊 包括绿化做的也还是不错 尤其这个树啊 据风水先生看过啊 这个树啊 其实是很招财的 因为这树呢 并不在主街边上啊 所以呢 它会相对来说非常清静 周围的邻居呢 素质也比较高啊 所以住起来还是挺舒适的 确实啊 吞爸看的这个橱柜呢 无论是从材质上啊 还是它整体的设计 颜色搭配 其实都还是蛮漂亮 蛮现代的 因为啊 我从一开始呢 其实就已经说过 业主呢 本来是不准备卖这套房子的 但是呢 因为没办法啊 因为怀孕了嘛 家里孩子又多 所以你看它的所有的门上啊 都有这种 房屋开的这种门把手 而且包括像冰箱啊 烤箱啊 其实所有的设备呢 一用俱全 而且啊 业主因为换了更大的房子 可能会换收门冰箱等等的 这些呢 也都不需要了 所以基本上是完全可以 拎包入住的状态 而这个厨房呢 还有一个小阳台啊 在这里呢 还可以放放东西 另外呢 从下面就直接可以看到 这个院的绿化了啊 画画草草的 其实还是挺舒服的 OK 做完补充呢 那继续让我的partner 带大家啊 往下看 这个区域啊 有这么一个柜子 确实能放很多东西 而且它漂亮呀 加上上边的这种非主光源啊 看着真的是不错 那些其他计划 在这里的某个检子 是一个新的 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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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洗净 手裟 洗净 和全新的 我们改革 所有的 激烈和 알�特性的 有更娅激 新的新的 新的 感觉 我们来到 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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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衣机的位置也非常合理 机没有放到厕所里面去 它不会受潮 同时也会干净很多 然后厕所用的是这种光面的大理石 确实看着很亮堂 而且还有一个透气窗 现在我们去到床 床的床是在阿泛 我们可以说是中高的 所以我们用它在这种床 它是中高的床 它是中高的床 所以有很多空间 我们用了一些新材料 从以太里来 以更加低的设计 和比较低的 它是好的色彩 我们可以装设给我们的客人 这里我们也有新的床 从以太里来 很好的材料 可以清理的 很容易 没有问题 我算是看出来了 我的这partner 是非常喜欢意大利材料的 当然了 意大利的建材 其实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高端品质 也会好很多 我们下来的 我们有这种床 的床 这里 看来是一床 这些床 是床 所以我们只有一个 在这种类型的建筑 确实这个卧室很规整 然后大小也比较适中 放个双热床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同时更好的一点是原来这边刚才有partner介绍了 它是一个仓库原来 然后现在改成了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这样的话主卧套尖的感觉就做出来了 另外像这个柜子的面板也同样是意大利进口的 可见这业主其实还是挺下本的之前装修 大概我听说花了三万五的样子连家电 最最重要的水电也都重做过了 当然了主卧配的卫生间面积并不是特别的大 没有办法淋浴 但是没关系 其实像八十多平米的房子 有这么两个洗手间 真的是已经很不错了 而且上面还有挺大的一个储物空间 这个利用率空间真的是做得很好了 最后还再配上了一个磨砂的玻璃门 隐私性也就有了 而且还放水 然后这边的墙面刚才我的partner也说了 是一种特殊材质的 然后只是为了美观好看用的 然后颜色都可以自己选 两个卧室也共用了这么一个长条的阳台 刚才给大家已经看过了 接下来就让我的partner做个收尾吧 OK 那我的partner就介绍的差不多了 但是吞爸还是要嘚嘚几句做一些补充 这个房子仍然是独立的暖气 然后是烧油的 所有的控制就在门口的控制面板上 而且其他的相关设施也是很奇的 这栋房子的楼下还有一个挺大的储物空间 吞爸目测了一下 估计大概有十平米的样子 而且你看他业主放了很多纸箱 说明这里一点都不潮 从储藏间出来上回到楼上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房子的停车位 它的停车位不是地库 而是这个房子的零层就是 其中有一个是这种房子的专属停车位 只是业主现在住在这里没有开车 所以为了搞好另一关系 就把其中一个车位借给邻居用了 然后这门口的一条大道也很宽敞 所以出车非常方便 OK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啊 也算是一拍两用了 因为啊之前一直有朋友问 这希腊人的英语水平到底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有口音 不知道啊 大家是不是能听懂我partner的这些 略带有点希腊口音的英语啊 那他的这个英语水平啊 应该在希腊算是中上水平了 特意啊没给大家加上字幕 那些觉得自己英文还不错的啊 可以提前练练听力 找找感觉 毕竟啊 以后您要来这生活了 对吧 提前试一下没什么坏处 另外还有一点啊 要给您泼泼冷水的 光靠英文啊 在这边活着是没有什么问题啊 但任何稍微有一点技术含量的事啊 如果没有希腊语傍身 说实话还真的挺难玩的转的 反正吞霸啊 我已经是碰得头破血流的了啊 不希望大家再重新磕一遍了 所以呢 在我看来啊 那这个房子真的是非常适合那种 没有老人过来啊 自己小两口 甚至呢 只有妈妈一个人带着娃过来的朋友 而且啊 如果您不是特别纠结于 一定要把孩子送去国际校啊 而是准备未来 让孩子呢 实际自然发展 可能按部就班的 按说不定换个希腊护照都ok 那帕里奥发料的公立学校的环境 本来就还不错 而私立学校的话 那就更没问题了 从这个房子啊 走几分钟 就是一座私立学校 确实位置和价格都非常的合适了 而关于其他的像超市啊 交通啊 环境什么的啊 我就不一一细说了 因为啊 帕里奥发料这个区域啊 大体情况 其实相信很多朋友啊 都大概知道一点点了 配套都是相当不错的 因为它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区域 而且啊 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房子产权非常清楚啊 业主的人品还不错 而妥妥的呢 能帮您省下几万物源 就可以拿到一个身份了啊 住着呢 也算是舒服啊 自在 吞爸呢 只是在想啊 如果当年自己 怎么就没碰着这样的好事 看来啊 一切就都是命 我呀 就是一个天生劳苦的命 好了 那这期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对这套房子感兴趣 或者有其他任何其他问题的话啊 都欢迎在下方给吞爸我留言哦 谢谢大家 那么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結束了